今天跟大家分享四个方法 把黑色裤子穿出年轻五岁的感觉 我会发现黑色裤子跟谁都能搭 但它很容易就是跟谁都搭不出彩 第一款其实是我近期蛮喜欢的 里面其实我搭的是一个T恤 极简版的这种夹克服 其实特别适合我们 上班穿很方便 你出去玩也很方便 可以增加一点点配饰 你比如说加一个小一点的丝巾 中间部分这个区域是亮起来的 然后接下来这个方法呢 其实我还是里面穿了白T 但是我选择的是一个长风衣 其实长家长本身 它就会把我们的整个人的风格往成熟走 但是有没有发现 我就直接拿了一个棒球帽 再加一个条纹的P肩 利用一些配饰的元素 让我们把一些很成熟的单品 往简铃的感觉走 条纹的丝巾 或者是条纹的P肩 棒球帽 这种看起来没有年龄段的配饰 都会很适合我们 接下来的这个方法 其实是我冬天会用的比较多的 黑色的裤子跟白色衬衫搭在一起 白衬衫加黑裤子很容易显老嘛 我就一般在里面会叠一个高领的内搭 整个人会看起来更高级 我会建议大家 在叠这种高领内搭 白色衬衫的时候 你可以增加一点点项链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大家习惯性的 叠一个黑色在里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整个人会更显高 脖子往下就都是腿 最后一个方法 是我前两天突发奇想想到的一个方法 黑色裤子 我怎么把它显得年轻 其实跟穿法有非常大的关系 卫衣跟它搭带起 因为卫衣本身它就是属于那种自带减延感的单品 我外面就搭了一个皮质的外套 但是下半身的裤子大家有留意到吗 我是直接把它的裤脚 塞到了我的靴子里面 当它的靴子跟我们的裤腿 形成一个堆量的时候 整个人的状态 就是我现在要出去玩的样子 就像极图人的鞋去 就像极图人的一样